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月圈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耀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酒在醉落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一间寒美好里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天地四起长流心尖 天地一片 记得永远无悔 整理设计下 冷写无悔 补充 熊 喂 千惠 你在这儿坐着干吗呀 赶紧进去啊 不让你照顾她吗 不进去了 孤男寡女的 什么孤男寡女的 你刚刚都欠人家手了 不是的 她需要人照顾 我才安慰她的 行了行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赶紧去吧 药都凉了 我真的不去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 看着你的救命恩人 料都没得喝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 你不是那个意思 走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孤男寡女的 你说你都是什么老思想 喂 你站着干吗呀 你赶紧过来帮忙啊 帮忙 怎么帮忙啊 帮我扶她起来 扶她 不好吧 要不你来喂 行了行了 赶紧 快来 帮忙 这 走 从后边 后边扶 高了 高了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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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会儿 坚持会儿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啊 坚持会儿 快来 马上就好 你会儿 走开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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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成功 不是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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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吗 干吗的 你干什么 走 走 你站住 放开我 别打我 我是赵玉坤 你干什么东西 你干什么呀 小点声 别让他听见了 快来帮忙 这什么人哪 拿那么沉的包 你拿人家包干吗呀 你怎么帮人家东西啊 别管了别管 好多宝贝呢 你不能乱动人家的包 别管别管 我告诉你别小看他 他接东西快着呢 真的 给你 拿着 真什么都不懂 你到底要找什么呀 你不要乱蒸嘛 你别蒸那么远呀 真好玩 还有好玩的 我告诉你 好可爱 这是谁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我知道了 那个郑阳 就是你上次说 要带给我剑的那个人 对不对 他就是阿狗 那 你喜欢他 我也不知道 反正 你喜不喜欢他 都得嫁给他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呀 你们是只赴为婚的 只赴为婚我就要嫁给他吗 我娘跟我说过了 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的人 我可以不用嫁给他的 那你敢说 你不喜欢他吗 那我觉得你还喜欢他呢 我哪有喜欢他 你刚才拉人家手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在安慰他 安慰他 安慰他 安慰他我怎么没拉人家手啊 我不跟你说了 你喜欢他对不对 你一定喜欢他 是你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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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他 是你喜欢他 你喜欢他 你喜欢郑阳 那我哥喜欢你 那我哥怎么办呢 什么你哥怎么办啊 你哥也 也是我哥啊 我从来都当那是哥哥的 倒也是啊 我哥哥 也是你哥哥 哥哥就是哥哥 咱们 我俩你学了邓老爷 已经累了 走 你真的过来 保佑他平安无事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中阳 可是他千万不能醒过来 他不能去告发育困啊 你一定要保佑育困 平平安安的 就算要了我的命 我都愿意 请你保佑 一定要保佑 怎么了 有话慢慢说 你带千惠去哪儿了 你带他去牧场 你怎么能带他去牧场呢 你 时俊把鱼匡抓走了 董哥 岳佯 我 旦彦 真的不是我 于坤啊 你是姓赵的 既然你叫我一声干爹 就要有我们赵家男人的样子 要有担当 光明磊落 绝不能苟且偷神 才能配得上是我赵世俊的干儿子 死有什么可怕 当年你大块头叔叔 为了救秀于命都可以不要 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他才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还记得从小 该弟子怎么教育你的吗 做人要堂堂正正 顶天立地 男人难得起放得下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为什么全都忘了 是不是长大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忘了 是不是去一趟上海什么都可以忘记 把手举起来 把手举起来 举起来 摸着自己的良心 摸 好 告诉官爹 那枪是不是你开的 告诉我 记得你小时候吗 你跟隔壁的小胖打架 把他肋骨给打断了 你主动向我承认 那时候我反而没有怪你 我还夸奖你 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记得吗 知道我为什么要夸奖你吗 那是因为你勇于承担 勇于承担所有后果 干爹没有白教你 你以为我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吗 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害你 因为我爱你 我把你当作亲生儿子看 我不想你走向你亲爹一样的老路啊 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失望了 不是因为你犯了错 而是你犯了错不敢承认 真的对你太失望了 甘云 我错了 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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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吗 玉坤 玉坤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们有没有打你 有没有欺负你 你跟娘说 复兴 要是你多事是不是 谁让你多事了 现在连复兴都看不惯你做的事 温盈 你先出去 我要 我为什么要出去 玉坤犯了什么错 开枪的人是梁永昌 他自己都承认了 为什么要抓着玉坤不放 温盈啊 我要查明真相 你明不明白啊 真相就是梁永昌开的枪 玉坤他没罪 玉坤 跟娘走 他没罪为什么要跑 我 我 我 是我叫他跑的 我怕你对玉坤不好 因为你不是玉坤的亲弟 你可是觉得我做错 连我一起也抓起来 你抓呀 你抓呀 温盈 你不要胡闹了 啊 任何人犯错都是一样的 我是沙盒镇的镇长 我要对所有人交代 我不能因为知道 玉坤是我干儿子 我就可以纵容他 恭喜他 我这样做不是帮他 我是在害他 你知不知道 赵世君 你怎么这么无情啊 亏了玉坤叫你生爹 我告诉你 玉坤没罪 抓他 就先抓我好了 好 走位 走 走 把赵玉坤压下去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见他 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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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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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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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卑鄙了 如果不是你亲生的 就这样对他 你俩先过着去吧 我告诉你 如果他没罪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打门打开 别锁门啊 别锁门啊 妹没办法 别锁门啊 别锁门啊 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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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逃走了吗 原来是你 你少在那里假惺惺的 我告诉你 我这样全都是你爱的 你回来之前 一切都是好好的 可是现在呢 我知道了 赵世俊 一定是赵世俊 他为了报复我 为了报复我 才想报复在你身上 你毕竟不是他的亲骨肉 他养育了你二十年 就是为了报复 梁永昌 我告诉你 我不是你儿子 我不是你这个败类的儿子 我不是 雨昆 雨昆 你听我说 无路如何 也不要承认那枪是你开的 赵世俊 你这个小人 你是不是躲在哪儿偷听啊 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哼 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告诉你赵世俊 那枪就是我开的 你不要痴心妄想 因为我恨正阳 他害得我头争着疼了二十年 因为我恨他 这一切跟雨昆没有关系 是我 我开枪杀了他 他死了 他死了就杀了我好了 这一切跟雨昆没有关系 赵世俊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们之间的仇恨 我们之间的仇恨 不要牵扯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牵扯下一代赵世俊 小慧姐 我今天见着 那个叫梁永昌的人了 就是爹说的那个 你是我亲爹 我见他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 文姨说的那么恐怖啊 我反而觉得 他挺像一个好人的 你觉得呢 其实我也觉得他挺好的 也许应该是血缘的关系 我觉得他挺亲切的 而且应该是个好人 对了 刚才我爹好像说 打伤正阳的不是梁永昌 那如果不是梁永昌的话 就是玉昆哥哥 不会的 哥不是这样的人 那不是玉昆哥哥 就是你爹喽 不 他们 你爹喽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最主要的是 这样的伤能好 你放心吧 这样的伤啊 一定能好起来的 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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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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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爻 你不能醒过来 不能去搞发愚昆 你原谅我 原谅我 原谅我 快点 看这牙醒了没有 醒没醒啊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 快来看看 怎么样了 好像还是很烫啊 那怎么办啊 哎 是你去找爹呢 还是留下来照顾他 你要是留下来照顾他呢 别帮他熬药啊 我知道了 四碗水煮成一碗水 晚上帮他换药 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奏命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 要不要去找爹呢 这有什么想不想的 去就是去 不去就是不去喽 我是怕 万一在路上碰到我娘 会被骂死的 是啊 哦 那你就不怕他来看正阳啊 不会吧 哪是去干爹那儿 安全 对了 你主要啊 四碗水熬成一碗水 四碗水煮成一碗水 行辣鞋 我知道了 别打扰他休息了 快走吧 好 走 好 好 走 上 走 先以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你不会那么做了 哎呀 总之 对不起啦 对不起啦 我挺喜欢那个包的 因为你里边有好多好多的宝贝 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羡慕你可以四处流浪 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东西 我之前说我流浪过 我都是在骗你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待在沙河镇 我都从来没有出去过 之前我想出去去读书 我爹都不让 讨厌 哎 要不 我们俩来的约定好不好 等你病好起来以后 我想跟着你四处流浪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喽 不准反悔 哇 天啊 天啊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不行 不行 谁 谁 谁 李高 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吧 怎么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真的 你 你笑什么呀 我猜当你已经看到了 我不是有意的 真的 我不是有意的 我跟你说 我就是没有试过 我想试一试而已 真的 告诉你 我也没有试过 你也没试过 拿喝水吧 别渴了 喝 喝水 小心点啊 小心点 再喝点 对了 是谁在将打伤命 为什么要打伤命啊 是不是 是 那个梁允昌 还是 外面怎么了 我去看看 她的梁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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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九云 你没事吧 我没事没事 没事 你怎么出来了 出来干嘛呀 我担心你啊 你没有伤着我 我没事没事 你看 我不是好好的吗 真没事 好端端 怎么会烧火呢 可能就是那水烧干了 是我太大意了 好了好了 现在没事了啊 我扶你进屋去休息 走 慢点啊 慢点 慢点啊 来 慢点啊 先躺床上休息 我知道知道 好好躺着休息 不准乱跑啊 好好躺着啊 你笑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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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洗洗就好了 你要记住啊 在这儿不许乱动 好好听话 听到没 知道了 妈 要想让妈好好伺候你呢 你就要乖乖听话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要喝水 怎么了 味道不对啊 和刚才的不一样吧 是吗 你试试 哦 可不是我嫌弃你做的不好啊 可是 放那儿没冻过呀 那要不我试试 没事的 浪费了 要不一碰 算了 我还是喝水吧 那太浪费了 要不 要不我喝啦 你自便吧 真好喝 好吧 那你再让我休息 我去拿水 好 你为什么不喝了老鼠羊 不然也不会害了绣云 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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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灰 他们不就 坦却 不活净 绣云 老鼠羊 可 dor 她 Olympic 挂 推 小云 小云 起来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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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座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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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云 上云 小云 土啊 是我厉害了你 是我厉害了你 你该是我喝的 小云 fulfil ��고未经许 Merci 你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我怎么了 你又吃了老鼠药 我吃老鼠药了 那我会不会死呀 傻丫头 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我帮你过来睡 为了解药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 我怎么会吃老鼠药呢 你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害我不够 还有害秀云 我不是故意要害秀云 我也不想害你 可是我不能为你 我不能没有愚困 她不能去坐牢 杨永昌已经认罪了 只要你死了 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 所以你为了愚昆 命令人杀我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我不能看着我的儿子 不能看着我的儿子去坐牢 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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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不要去告发育坤 不要去告发育坤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代替他去死 我愿意代替他去死 完了 我本来没想告发育坤 但是你们逼我的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要让你们罪有应得 不要 不要去 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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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去 郑阳 爹 娘 我没有害人之心 为什么我回来 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害我 郑阳阳 杨阳阳已经害得我家破人亡 现在他儿子也要来害我 就离文艺他 不要去告发育坤 我不能没有育坤 不要去 郑阳阳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是他们欺人太深 是他们逼我的 他们当伤了我 还想杀我面口 爹 爹 如果我不告发他 这个世界上还有功力吗 这个世界上还有王法吗 雷 从小到大 我都把你看就是我的亲娘 这女儿 哪有怪自己亲娘的呢 从小来 你跟我爹 都那么疼我 爱我 宠我 都帮你宠坏了 其实 我特别想 你向管教千惠姐姐那样管教我 你知道吗 我想 我不听话 不听话的时候 你就打我 骂我 有的时候啊 打骂也是一种疼爱 对不对 秀玉 文艺对不住你 文艺对不住你 我好后悔 我是走火入魔了 我自私自利 竟然想把郑阳害了 那我不是跟梁永昌这个禽兽的 所作所为一样了吗 秀玉 文艺真的错了 真的对不起你 秀玉 对了 我已经把文艺放了 你放了文艺 正宜 文艺呢 也是为了她的儿子 你不要怪她好不好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不要怪她了 好 她儿子伤了我 她一点内疚都没有 反而还想杀我命口 从小到大 我经常看我娘拍的影画戏和信 她告诉我一个道理 说做人 一定要宽容 一定要懂得体谅别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对 你看个文艺 她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为了她儿子呀 她有她的苦衷 如果换成是你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做人呢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你看我啊 我从小呢 看待问题呢 都往好的方面去看 不去想那些 很伤心的事情 因为任何事情 它都是有两面的 开心 不开心 我希望你也能开开心心的 我知道 你生活得很好 一直在外边过着流浪的生活 放心 以后啊 有我在你身边 我不会再让你过苦日子 谢谢你 不知道挺动听的 就是被人笨的 你说我笨 嗯 我怎么笨啊 你把那么大一碗老鼠药都喝了 还不笨啊 问题是我喝的时候 就是没有喝出什么味道啊 但我喝的时候 就挺奇怪的 那你怎么不提醒我 你的意思是全怪我了 那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啊 你要是早点提醒我 我就不会喝了 我没喝的话 就不会成虚待的样子了 还被你换水 我 我根本就不会 温依 怎么了 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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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温依 温依 月光无形洒落 围阳苍白如云朵 问它能否不再寂寞 谁终止到一个我 今夜风又再吹来一首歌 那是谁为心爱姑娘写的 爱的传说纷纷又和和 来去几人能残破 今夜的云又会带走一片水 那是谁为心爱的人落泪 梦不再多故事不再说 就让一切成为寂寞 梦不再多 爱恨不再说 就让一切成为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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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